Барат 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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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也是努力了很久 就是為了可以拿到奧運的參賽資格 其實現在回想起來 那段時間就真的很辛苦 因為我們積分是19年開始算 亞運那段時間就已經開始受傷 然後到亞運舞完之後後面是幾乎不太能打 然後後面的比賽就是一塌無敵 其實是抱著不要再惡度受傷的狀況下去打比賽 然後那段時間既排名也掉很多 19年我們開始阮教練開始接手 然後我們邊復健邊打比賽 然後一開始回場上也很陌生 因為我傷是真的沒有完全跑下來 所以你就要邊顧你的傷 然後又要顧我的腸胃狀況 然後什麼的 然後去參加比賽 然後那一年打30站 那你看突然疫情的時候可以放鬆一下 所以那段時間其實我就想 終於可以暫停一下 就不用一直在飛了 我真的覺得心態有點累 現在想終於可以去的 就是想那段時間的辛苦應該是值得啦 因為我們教練也跟我們講說 訓練上的問題啊 然後我們慢慢的克服 然後到最後 有實現我們最初設定的目標 我自己覺得還蠻開心的 他對我幫助其實算很大 因為我本來比如說我是進攻型 他就幫我調整可能要多配合一些高調啊 什麼球路的 然後做一些改變 把自己的動作變得更協調啊 更順 或是更有隱蔽性一點 只要我們在訓練的時間 他通常是不會缺起的 對所以我們假日的訓練 他也會出現喔 對沒有辦法偷懶 我之前最有感覺的是16年的時候 因為16年的時候沒有參加到 那個時候就只能透過電視轉播啊 然後看一些其他選手的比賽 就是看人家在場上奮鬥 然後那麼的聚焦嗎 對想要體驗這種感覺 所以就是更想要把自己扒揮好了 其實還蠻期待可以跟其他選手打的 因為真的有點久沒有比賽了 所以其實我覺得自己還蠻期待 不管是哪一位選手 都還蠻期待可以上場跟他切磋什麼之類的 對所以我覺得 想太多你一定要做到什麼事情的話 你反而會覺得 我這邊沒做到好像又心裡不太常 然後更不舒服 既然要去的就是放手一搏就衝了 盡量讓自己放鬆然後專注 然後就好好地打每一顆球 對